很多時候是主人看到他 主人覺得熱 主人覺得熱 然後抱到他 他也覺得熱 大家好 我是馬卡拉的受益爸爸 那今天呢 我們邀請到一位 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樂福利動物醫院的院長 蔡曼玲 受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蔡曼玲 我們最近有一支影片 怎麼會這樣 幾個分享啊 真的 喔 很多 真的是數不清 數不清 幾個觸及啊 觸及有七十幾萬 七十幾萬 你說全台灣兩千三百萬 有七十幾萬的人 看過你那支影片 真的 那這支影片到底在講什麼 就是在講替毛這件事情 就是夏天到底在不在替毛 對 其實我現在主要是說 替光毛這個話題 替光毛這個話題 對 因為我們 就是人家說 意思 意思是蔡曼玲受益師很漂亮 真的嗎 真的 你覺得很認真 我認真 如果他們跟我說不是的話 你們在下面留言跟我說什麼意思 如果不是的話怎麼辦 不是的話他就死定了 好 總之這個影片呢 我相信很多人也有看過 但也有人沒有看過 但是因為 蔡曼玲受益師太漂亮了 所以大家都 都顧著看醫師 都沒在看影片 所以我們這一集呢 受益爸爸就來邀請 蔡醫師 來到我們的頻道 來跟我們聊聊 到底天氣這麼熱 狗到底能不能剃毛 貓到底能不能剃毛 其實我是要強調就是說 其實夏天 我在門診的時候 發現就是很多狗狗貓貓 是光光的來到我這裡 我真的很嚇死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是看皮膚科嗎 所以皮膚科其實很常在台北 因為台北的天氣可能比較潮濕 那很多都是咬一些小型犬 那所以小型犬的話 其實蠻常出現這種 過敏性皮膚炎的問題 所以當它剃毛過後 其實接觸這個過敏源的範圍 變大了 所以過敏的情況其實變嚴重 所以才會呼籲說 不要因為夏天 就只要把毛子全部剃光光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說一些 特殊情況的剃毛 還是可以允許的啦 很多時候是主人看到它 主人覺得熱 主人覺得熱 沒有錯 然後抱抱它 他也覺得熱 對 沒有錯 你知道狗狗的體溫本來就比較高 狗的體溫本來就是 38.5到39.5 是… 所以本來就比較高 但是我們也有一些主人 他在說 那我家是大理石地板 我把它剃光光 它就直接去碰在那個大理石身上 不是散熱效果更好嗎 不是 我就想問這個問題 是… 那你如果說家裡有大理石 對 那你家裡一定也有冷氣 你不可能有大理石沒有冷氣嘛 好類似 不是吧 所以 其實還是有其他方法的 你是可以不要剃光光 你可以修短一些 再來就是說可能家裡可能開個冷氣 對 或說如果沒有開冷氣的話 至少爛狗狗家裡就是保持通風 這樣子 很多方式可以散熱 比方說 這個水裡面加冰塊啊 這一些都有很多方式 然後甚至現在最近不是有些 涼墊什麼的 涼墊 對… 我覺得都是有幫助 不一定要剃光光 但是當然就是像我講 如果它有一些特殊情況 比方說它 霉菌感染很嚴重啊 是 或是說這個小朋友的毛比較難打你 它真的很容易打結之類的 那你怕會 拉傷皮膚什麼的 是… 那需要修短剃光的話 對 就建議就是要先跟這個 受醫師先評估過 那再來就是說 跟這個寵物美容師溝通 是不是可行 那如果OK 那我相信雙方都會做出一個 比較好的決定 先給這個主人參考 就因為那影片出來以後啊 實在是受到太廣大的熱響了 那我相信呢 也有一些美容師會說 你這樣子我們要賺什麼 你叫人家不要剃毛 我們冬天沒有生意已經夠慘了 然後夏天怎麼辦 你還叫我們不要剃毛 其實我要講就是 我後來有跟一些美容師溝通 貓不可能只是修短 它一定要剃 就是剃得比較短一點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能就是先跟這個 瘦醫師有評估過 他皮膚OK 那沒有什麼過敏的問題 那這個貓貓本身也沒有什麼 出門在外曝曬的問題 然後也不會跑出去外面 皮膚照顧的也OK 其實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很多瘦醫院都有在看皮膚 那為什麼你還會想要開一家 就是專門瘦醫的皮膚的醫院 對 其實因為就像我們人一樣 人過敏也是要長期去控制的 所以其實狗狗貓貓的皮膚 有問題也是一樣 它是一個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些 像慢性病的觀念 對 所以我們需要長時間的去細心 照顧這個皮膚疾病 是 所以讓主人要知道 怎麼樣照顧這個皮膚疾病 很重要 所以我每一個枕通常都會花 一個小時的時間去教主人說 一個小時 一個枕 對 一個枕 我皮膚病你知道我都看多久了 對 五分鐘 十分鐘 因為就是人的話你可以自己上網找 怎麼樣照顧自己 但是大部分的主人比較不懂 怎麼樣照顧狗狗的皮膚 或是貓貓的皮膚 所以我會花很多時間去做世主教育這一塊 這一點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主人知道他在治療或是控制什麼 這個動物才有辦法治療他 對 所以才會花這麼久的時間去跟主人做溝通 OK 那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 所以 蔡醫師也跟我們講 其實疾病就很像一個大堆接力 然後動物生病了 然後主人其實也是跑第一棒 就是發現問題 然後後來都帶到動物醫院 讓我們瘦醫師去跑第二棒 那第三棒呢 還是動物本身還有主人 我們要陪著他把它跑完 所以就一棒接著一棒 我們都不要掉棒 好不好 對 瘦醫都會帶著主人 陪著主人一起 真的 面對著行 好那我是大家毛小孩的瘦醫爸爸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想要我們邀請什麼樣 專長的瘦醫師來我們的頻道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講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蔡范里蔡醫師喔 謝謝 謝謝 掰掰 來吧